你看轉機股怎麼選 我舉一個例子 這是我們南橋 南橋 1702南橋 它本身的這個題材 就是最標準的中概股 為什麼 它是中國第二大烘焙用油的供應商 全中國第二大 客戶包括康師傅 那就夠大了 會用到油的一定有包括 有一些烘焙業者 或是什麼中西餐 然後你看它這個部分 除了這個上游的油脂 冷凍麵包 冷凍粿 這個部分的話 經營連鎖餐廳當然也有 最重要的是你看 它直接開一家南橋食品 這在中國有掛牌 代號就是在 它這邊有代號 這個南橋食品在中國掛牌 你看它在放假之前 稍微有點起漲 但還沒有漲很多對不對 南橋很厲害 南橋它自己做有做麵粉 對不對 它下面就開一家食品公司 食品公司很簡單嘛 跟上游要原料 上下游一把抓 現在有一個重點就是怎麼樣呢 這一檔股票 既然是十一住行受惠的公司 很有可能在中國 在重新開始以後 往上再供對不對 漲幅也差不多吧 這個最標準的紅三兵嘛 而且是從底部上來的第一段 很合理嘛 然後看起來又是一個正派的公司 那南橋這裡很明顯 就是落後於它了 所以它會帶它 我認為完全沒有問題 為什麼呢 今天就是漲這些公司 你看今天還有一個那個誰 南子店 它有戶店 南子店今天漲停 就是今天就會漲那種 手上有A股的公司 因為如果你直接去追ETF 有可能你一家了 但是如果你手上是有中國的公司 你本身又是體質好的公司 未來這些公司上去的話 你不是有一個新的題材嗎 所以看著它做它的意思嗎 對 而且我認為南橋在這邊 其實有一個很大的重點在於說 當時投信布局是布局在這邊 你看 雖然說季度新的調節 有一些零星的調節 我認為這就是季度的進出 真正的主要的布局 應該是布局在這邊 你看它的這個成分 根本就是買在這裡 季線附近 那現在有一個邏輯 如果投信是在一個月前買的 它顯然不是因為入股買的 它認為本來就應該買這種南橋 那你現在又加了一個新的題材 給它手上有南橋食品 這就會變成新的題材 然後我們看到這個部分的話 它的布局上來南橋食品 然後這個效應在2025年顯現 如果今天看起來的話 南橋是剛剛站上季線 這一種做法就是說 買我們台灣手上有入股的公司 你比較不會有那種順意價的問題 再加上就是說 你又是傳產剛剛上來 還有哪一種 同時也是布局中國的一個邏輯 好 那這個再來就是所謂的原物料 原物料是一般這樣子 有的你看這個機械沒有穿過去 就是你第一次撞到的時候 要看你有沒有越過 但是我認為就是說 台塑南亞 它至少是有在這邊 要嘗試做一個指紋 通常我們在這邊講 像榮成這個就是怎麼樣 有雙腳 對 那榮成的話 因為它工業用紙又有一個很大題材 就是我們說宅配 宅配的話一定有這種紙箱的需求 這個的話就認為有機會變成一個回徵 雙十一有題材 對對對 那南亞這個的話 因為你沒有這樣季線 它有可能會演變成雙底 或是更大的底 那中鴻的話 這裡就是有一個破底翻 所以順序上來講的話 應該是中鴻跟榮成這種 相對來講有機會往上攻 那南亞的話就等它再做打底 了解 好 謝謝鄭華緊先回座了 如果要跟著布局中國 有哪一些比較積極的方式 有哪一些比較保守的方式 鄭華的整理都給你做參考了 不過說到了現在資金 對於整個的中國股市芳心慰愛 大家都處在FOMO怕錯過的行情 又回到了 還記得嗎 去年底 美國聯準會說 在接下來可能會停止升息了 於是資金開始乾坤大挪移 出現了東升西降 東方國家吸引資金 西方國家資金撤出 在接下來還會繼續大風吹嗎 休息一下資金轉向 轉向哪裡 陳老師告訴你 投資市場瞬息萬變 今天的利多 很可能就成為明天的利空了 所以怎麼樣 隨時能夠掌握最新訊息 重點是做出專業的解讀 而且化為精準 在操作上的多空判斷 記得按讚 訂閱 開啟小鈴鐺 前線百分百 每天帶你掌握全球最新訊息